今天中正健身堂市營運,因為今天有一些民眾撲空,那北龍那邊說法說市長您的說法有太快了,導致有一些民眾撲空,那外面原本說的這個200超過2000也變1200,那您怎麼看他們的說法? 我跟你講每個系統上線第一天都不要,不可能第一天要滿載,一定要慢慢上,而且我跟你講那個動線順不順,所以第一天後來就先OK安全 那慢慢OK,我已經跟他們講說現場一定要PM,誰是負責人,然後有問題馬上記錄出來,馬上debug 系統上線一定要一個debug,這大概都聽得懂,所以沒有辦法第一天就滿載 反正明天早上8點準時開工